一个县太爷不好好甩案子,居然用起了隐身术,来到女子的闺房监视起了女子,这一看还真不了得,只见女子打了个喷嚏,立马就变成了另一个人,不断地自言自语,行为古怪。 县太爷也看出来了,这女人是被妖怪附身了,但同时妖怪也发现了她,并破了她的隐身术。 女人家樊江城,是京城威远镖局总镖头的女儿,从小便练就了一身毫武艺。 这一天,她撞见了一名道士,在追一条蛇妖,她本想过去帮忙,可是一不小心,却被蛇妖给赴了身。 蛇妖说,她与这个姑娘有格式仇,不报了仇,她事故罢休,说完还要跳牙,想摔死江城,幸亏道士舍名相救,才保住了江城的性命。 倒是将江城救上岸之后,对她说,让她日后一定要控制自己的脾气,尽量不要动怒,否则会招来灾难,毁了自己的姻缘。 倒是嘱咐完江城之后,就找到了自己的徒弟湘兰,她告诉湘兰,自己刚才跟蛇妖斗法的时候受了内伤,需要闭关疗养,让湘兰想发阻止一个叫江城的女子和高帆结婚。 一旦他们俩结婚,将会酿成大祸,整个临江县也会跟着受连累,而且这俩人还跟你的前世有着莫大的渊源,所以你一定要阻止他们的姻缘才行。 然而姻缘这东西不是说拆散就能拆散的。 江城确实一直暗恋着她小时候的邻居高帆,每日都拿着高帆给自己的画像思念。 这一天,她跟丫鬟来到了姻缘石房,为自己和高帆求姻缘。 这个高帆家境显赫,是十里八乡的名门望族,来提琴的人也是踩断了门槛,可是她呢,始终是一个也看不上。 她每日的工作就是画画,尤其是画室女徒,更为拿手,达官贵人家的太太小妾都找她来画画,而且江城还不尽女色,日思夜想的只有自己小时候的邻居,樊江城。 辛劳的花魁得之后,不信贤,非要破了高帆的身子不可。 可是她使出浑身解数,依旧没有得逞,反而已来了高帆的羞辱。 我见过那么多男人,从没见过像你这样一个不解风情的书呆子。 高帆从庆楼出来后,在桥上遇到了道士,道士告诉她,她最近将有一场奇异的经历,是缘分,但同时也是劫难,当她遇事一定要忍,说吧,道士便消失了。 江城他爹见女儿老大不小了,也不着急找对象,于是就给她办了个比武招亲,谁要是能打得过江城,便可做她的女婿。 江城之所以答应他爹比武招亲,是因为他武功高强,想打退这些微瓜裂藻,从此断了他爹,给他找对象的念头。 但比着比着,天突然黑了,还刮了一阵风,然后蛇妖就附了江城的身。 竟然凶残地将擂台上的男子直接打成重伤,然后丢到了河里。 这下江城的名兽一下臭了,在京城是待不下去了,只能回他们老家江西临江去了。 这一天,高帆正在给一个土豪的九仪太画画像,不说自己长得丑,非怪高帆把自己画得丑。 气得土豪让家丁按起高帆,就是一顿胖揍。 正好被回乡的江城看到,江城将土豪和家丁打跑后,一看地上的男人,居然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高帆。 十年没见的俩人,一见面再次燃起了各自心中的火,各自一个眼神便确定了恋爱关系。 原来蛇妖怎能放过他们俩呢? 你们慢慢的相爱吧。江城,你要报恩吗? 我会让你变成讨债的,让你由爱变贺。 到了最后,酷香残杀,亲手杀死对方,你帮我一家参子之虫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